1941年7月 提到游戏队针对日本大特务投资 高杆贸易的行动秘密展开 是好不容易盼着大家伙开始动手了 让我留下来看家 听说 你说凭啥啊 凭啥俺就得留下来看家 那俺也想去打扫鬼的 不是俺们看不起女同志啊 是这次的刺杀任务非同寻常 我深入鬼子老婆 非常危险 打账了 还是我爷们上 他们不就是瞧不上我们是女人家家吗 那女人家家咋的了 女人家家她哪点就比不上他们老爷们了 我就是不服 这刘大嫂子还是有点生气 怪谁吗 是谁上次把那没拉开弦的手带 就扔到小肥子脑挖子上去了吗 刘贵青 就是电影《铁道游击队》中 方灵嫂的原型 快扔手榴弹 你没拉弦当然不会响了 当年手榴弹没拉起而就扔了出去 是真实发生的一段故事 这天晚上 一组铁道游击队的队员 负责外围接应 一组化妆呈日本军人 直奔高岗贸易所在的凌晨火车站住所 为了以防万一 我们刺杀小队 穿的都是小鬼子不足 这东西我们有很多 以前接火车的时候 顺手带回来 以前啊 我觉得脚那小鬼子的衣服是最没用了 你说烦是吧 穿要不能穿 倒是山里头队伍啊 文艺演出的时候 给人送过两三生 可我说话还没想到 这一回 他真是怕上大用场了 游击队员越过封锁沟 爬过电网 冲在前面的人 一脚把高岗贸易的办公室门踹开了 高岗贸易正趴那儿写东西 这一抬头就愣着 这队外来的人也穿的是小鬼子的裙装 外还不小 可他一个都没见过 这个时候刘金山的枪可就响了 第一枪 打在一个卫兵身上 第二枪 正中高岗贸易的那儿 铁道游击队员就这样干掉了高岗贸易 然后一口气跑出去了五里地 这个时候才听到身后的游城 传来一片的双声和狗叫声 这起刺杀案发生时 日军已经在此地盘踞三年多 看似铜墙铁壁一般的老巢 居然发生了刺杀高官案 日军又被铁道游击队狠狠地抽了一个耳光 日本大特务兔子高岗贸易被暗杀后 日军如临大敌 迅速包围了整个火车站 追查凶手 可接下来 不可思理一幕又发生了 一阵一本兵迅速开出了凌晨火车站 包围了一个叫盐团的伪军驻地 并抓了汉奸团长延的脑袋